Hello,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吉他手,歌手,开塞尔 我从小就在家里,就是他们,我爸我妈他们也爱听歌 就是放录音带,就各种就是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就是流行歌曲,民歌之类的 我爸也会弹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Dotar 十二十三岁,我在初一的时候就解除过吉他 因为我一个表哥他就是弹吉他 但是他就会就那么一个和弦,就一个和弦可以唱好多好多歌 当时我就觉得就特别好玩 但是我就校学开始踢球 然后初二的时候去乌鲁木齐,在专业的作曲学校就是代理一年 本来想走的是体育 但是后面就初二就我比赛的时候就骨折 然后就回来,我爸妈就也不太乐意就是让我去踢球 后面刚好我爸也给我买了一把吉他 就是很便宜的那种 我那把吉他就弹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初三的时候就自己也差不多去决定就是走音乐这条路 我第三张专辑叫《第三十三个春天》里面有一首歌叫《Ildis》 跟这首歌算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 虽然难度很大的,当时我融入了《Flaminco》和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节派 八七派我用的技巧全都是《Flaminco》的弹法 但是的律动是我们自己的民族的 因为手术民族也有就是比较就好玩的 就是各种特色的那种节派 这个八七派是维吾尔族,塔吉克族 我们就是很古老的那种就是民歌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我们就从小就听着这种节奏 《Flaminco》里面就是没有气派的这种律动 所以当时我就尝试一下 是,是,就是花了也不少时间 我自己听得也很舒服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认为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作品吧 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得要就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不断地就是超越自己